中廣的董事長趙阿康認為 美國對R1的態度是臺灣的前車之鑒 他痛批民進黨政府灌輸 臺灣人把美國當老大的思想 認為臺灣人在對中共的戰跟核之間 應該要想清楚 不要以為抱美國大腿就沒事 今天早上看中國是沒有聯合部 都把這新聞做頭版頭 然後配合後面的評論 社論 跟趙阿康講的角度方向 跟胡錫進講的角度方向 一模一樣 美國不可靠 臺灣人不要相信美國 美國會出賣臺灣 真正好 我懷疑他們知美是不是有開花 怎麼大家講的話都一樣 他們想要營造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就是臺灣人 你跟美國走太近 早晚會被出賣掉 臺灣要靠自己 所以的確 美國曾經放棄過越南 美國曾經放棄過阿富汗 甚至美國在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末期 也放棄過當時的中國國民黨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美國所放棄的政權有個共同的特色 都不是民主政權 都是威權獨裁 美國什麼時候在這個世界上 放棄過一個民主國家 美國有沒有放棄過南韓 沒有 美國有沒有放棄過日本 沒有 所以臺灣現在我們走的是一個民主化的國家 然後再來我們當然要厚實自己的國防力量 我們需要美軍幫忙 可是我們不能都只靠美軍 所以我們要有自己的國防能力 我們要自己會做武器 我們要有軍隊 這不就是民進黨政府二零一六年 一到現在為止一直在做的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看到中國 然後就膝蓋 就膝關節退化就跪下來 我覺得中國很好 難道你不靠 你不跟美國走近一點 你要跟中國走近一點嗎 那我想請教一下董老師 你贊成趙薩康這樣的看法嗎 趙薩康 他的這個推論跟他的結論都是錯的 為什麼錯 因為他的題目是錯的 他的題目應該改成 小心 阿富汗是中國的前驅之劍 這樣講就對了 我先講這個涉及臺灣的部分 這個話 趙薩康兩年前不就講過了嗎 2019年川普政府不是從敘利亞撤軍 然後那個美軍說 美國那個時候遺棄了庫德族 那個時候就來炒作這個問題了嗎 對 那這兩年來 美國對臺灣怎麼樣 是走得越近 還是離得越遠 更早 這個話是誰講的 美國人不可信 美國人遲早要走的是1958年 毛澤東說的1958 講了70年了 所以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為什麼今天 這個中共講的話 跟這些國民黨的朋友講的話 一模一樣 這什麼意思 你的結論是什麼 告訴我結論 美國不可信 我可接受 美國不可信 但你的結論是要我們去談和 要我們去妥協 要我們去投降嗎 國民黨的人在談這個庫德的例子 阿富汗的例子 就是說都只講前半段 美國不可信 我說過 美國不可信 我都能接受 但你的後面的推論是什麼 這才是重點 所以說 我看到很多人推論 所以要跟中共談和 也許趙趙剛剛沒講 可是他的語意看下來 就是這樣 他那個講要戰要和 對啊 只能和嗎 你要怎麼和 對 那另外 剛才有王毅跟誰投降就是和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 就算了